8月18日,世界足坛传来突发消息,针对此前加盟大巴黎,梅西在接受采访时做出争议表态,去巴黎不是想要的,不想离开巴萨,这样的情况也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 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,梅西在参加世界杯之前,大巴黎就一直想与梅西续约,但是随着梅西拿到世界杯冠军后,梅西改变了刘队的想法,加上他私自前往沙特,导致他与大巴黎彻底决裂,梅西自由身离队后,他的第一选择就是重返巴萨,但是巴萨以及哈维并不诚心想让梅西回归。 梅西不得不选择加盟了迈阿密国际,同时他也拒绝了利亚德新月的高薪邀请,对于为何加盟迈阿密国际,梅西这样说道,迈阿密是我想来的地方,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决定,不是在一两天内做出的容易决定。 梅西还同时表示,之前去大巴黎并不是我想要的,是被迫的,我不想离开巴萨,因为要想适应一个新的环境非常困难。 但现在与当时刚好相反,我现在过得很愉快,我的家人也喜欢这里。 从梅西的话中可以看出,现在加盟迈阿密国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,相对比他当年加盟大巴黎正好相反。 他加盟大巴黎是不情愿的,是被迫的,虽然梅西没有透露具体信息,但是梅西的这番表态不仅对大巴黎是个重大打击, 还让姆巴佩、内玛尔等球员很意外,引来不少球迷吐槽。 有球迷说道,真有意思,当初巴萨戏耍梅西,搞得没下家可去,是大巴黎雪中送炭高薪签下来。 梅西去大巴黎的时候,说很高兴来到巴黎,会为巴黎带来欧冠军,现在离开了,就说自己不情愿。 还有球迷说道,梅西就是个白眼狼,当初不是大巴黎收留你,你就无球可踢了,世界杯或许也没有。 不知道感恩啊,难怪被巴萨扫地出门。 当然,也有球迷这样说道,当初被巴萨弄得无处可去,大巴黎接纳你的时候,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。 虽然球技不错,但是做人不要忘本啊。 看来巴萨不要你是对的,看来大巴黎确实不好,每一个离开大巴黎的球员都说大巴黎不好。 看看内玛尔,姆巴佩将来会怎么说吧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,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,谢谢大家。